河南大妈去银行取一万现金回家,谁知用钱时却发现少了一千,大妈以为是银行失误,决定找银行讨个说法,谁知银行直接将大妈扫地出门,还放话说,离贵点轻,盖不负责。 面对银行的冰冷态度,大妈火冒三丈,却没想到银行放出监控视频后,大妈却当场下呆,差点跟闺蜜绝交。 究竟银行监控拍到了什么?明明是大妈跟银行的纠纷,为何最后矛头直指闺蜜呢? 专注军事解说,每天都有新知识,这里是阿龙探长,欢迎订阅,2020年家住河南的张大妈。 遇到了一件让她窝火的大事,2020年1月24日,距离春节还有半个多月,张大妈想着过节要发压岁钱,就去银行取了一万元现金,取钱的时候一切都很好,因为这笔钱是为了过春节准备。 回家后,张大妈就把钱放了起来,并没有仔细查看。 可等到张大妈把钱取出来的时候,却发现自己手里的一万块钱手感不对劲,虽然张大妈平时没有查钱的习惯,可张大妈发现自己取的一万块明显比平时见过的一万块要少很多,但是看着一万块外边的封条。 张大妈以为是自己想多了,但是因为钱有急用,担心数量不对的张大妈还是觉得查一遍放心。 结果大妈清点了一遍后却发现手里的一达万元大钞只有九十张,也就是说张大妈从银行取的一万块变成了九千元。 这可把大妈吓得不轻,张大妈的老伴因为身体不适,一直在医院休养,家里的孩子都在外工作,平时家里只有张大妈一个人,因此张大妈很清楚,肯定不会有家里人偷偷动了这笔钱,为了以防万一不愿意自己吓自己的张大妈。 思来想去后,又将手里不对数的一万块清点一遍,可是不管张大妈再怎么小心,清点出来的数目也只有九千元。 看着自己明显缩水的万元大钞,张大妈不得不多想,毕竟张大妈手里的万元大钞是被银行的封条跟封好的,既然封条完好无损,如果有人在封好后抽出一千块钱,按照一千块钱的厚度,张大妈手里的一达万元钞票肯定在封条里晃荡,不可能严丝合缝。 于是张大妈认为,肯定是银行的工作失误,在张大妈取钱的时候少给张大妈一千块钱。 在排除所有可能后,张大妈认为这种可能性最大。 就在发现自己的钱少了之前,其实张大妈也看了不少关于银行的新闻,有好几起都是去银行取钱,发现少钱的情况,于是气愤不已的张大妈决定找银行讨个公道,只是张大妈没想到自己只是去银行讨要个说法。 居然发现自己身上背负着暗中暗,这到底是怎么回事,我大过年的不会拿这一千块钱来银行开玩笑。 河南大妈去银行取一万现金回家,谁知用钱时却发现少了一千,大妈以为是银行失误,决定找银行讨个说法,不料银行却以离贵点清,盖不负责为由,将大妈直接扫地出门。 究竟大妈消失的一千块去哪儿了,自从发现自己去银行取走的一万块居然变成了九千元,张大妈心里十分的气愤,可也担心自己一个人去,无法让银行给自己一个说法。 为了公正,张大妈联系了记者帮忙做个见证,等张大妈带着记者来到银行后,得知张大妈的来意后,银行的工作人员严阵以待,而且非常的严肃地告诉张大妈,取钱的时候就让你点清再走,现在钱不见了,不归银行管。 对于银行的说法,张大妈气愤得不得了,本来张大妈想着大过年的,自己遇到这种糟心事已经够烦了,现在银行不解决问题,还给自己打关枪,真的不像话。 看出张大妈气愤,银行也立马提出疑问,按照张大妈的说法,取钱的日期是24日。 距离张大妈讨要说法,已经过去了半个月,时间这么长,中间发生点什么事都不奇怪,说不定是张大妈自己家里人的问题,凭什么找银行? 银行的麻烦,再说了,银行柜台前都会有醒目的提示,那就是离柜点清,盖不负责,既然张大妈在取钱的时候没有任何的意义,就说明张大妈对于自己取的钱是认可的,之后钱出了问题,就跟银行没有关系了。 对此,张大妈直接火冒三丈,按照张大妈的理解,银行会给一万元的现金打封条,只要看到封条就知道,这就是一万块钱。 既然银行给自己的钱打了封条,说明银行也确定了是一万,为什么在自己取钱的时候,银行没有清点数目呢? 如果银行当时清点了数目,那么张大妈的钱就不会少了。 对于张大妈的质疑,银行也反问回去,既然是你来取钱,取多少钱,是不是也应该点清楚在签字,眼看着相互推诿,根本解决不了任何的问题。 记者认为,只要看一眼当时的银行监控,就能够知道,钱的问题到底哪里出了错,究竟是银行柜台操作流程有问题,还是张大妈胡搅满产。 对于这个请求,银行根本不予理会,毕竟银行的监控可是记录着顾客的隐私,在没有相关部门的指示下,任何人不能无理要求银行调取监控。 为了劝退张大妈,银行也表示,在给顾客取钱的时候,银行都会当着顾客的面,通过点抄击过两遍钱,而且提示顾客点清楚在利贵。 可以说,银行的操作不可能有任何的猫腻,如果顾客取钱出了问题,那肯定是取钱顾客出的问题。 面对银行强硬的态度,在无法得到赔偿的情况下,张大妈也只能灰溜溜离开银行再想办法。 只是谁都没想到,张大妈回家没多久,事情的进展就发生变化,张大妈还直接放弃了继续跟银行扯皮,究竟张大妈回家后发生了什么事? 河南大妈去银行取一万现金回家,谁知用钱时却发现少了一千,大妈以为是银行失误,决定找银行讨个说法,却没想到。 银行放出监控视频后,大妈却当场下呆,差点跟闺蜜绝交,究竟监控拍到了什么? 明明是大妈跟银行的纠纷,为何最后矛头直指闺蜜呢? 被银行打发回家的张大妈越想越生气,甚至想过报警为自己讨回公道,毕竟,找银行要回自己的损失, 就是为了给自己一个说法,坚决不能让自己的名誉受损。 但银行态度坚决,想要给自己一个说法,必须重新想办法, 只是谁都没想到,回家几天后的张大妈居然主动给记者打电话,告诉记者自己不打算找银行讨要说法了。 得知张大妈的打算,记者感觉很奇怪,当即询问张大妈原因,张大妈告诉记者,回家后本来很生气,于是就找自己的好闺蜜李大妈吐槽银行, 谁知李大妈得知这件事后,居然劝说张大妈不要生气,还亲自给张大妈送了一千块的红包过来。 李大妈还很是惭愧地跟张大妈道歉,认为都是自己的错, 如果不是当时陪着张大妈取钱的时候没有帮忙清点,可能就不会出现这种差错。 对于闺蜜的做法,张大妈的气也消了不少,也想开了,决定不继续找银行的麻烦。 虽然张大妈决定不找银行的麻烦了,可记者却觉得事情有蹊跷,还是想要把钱怎么失踪的问题给调查清楚。 于是,记者有找到银行,在记者的请求之下,银行工作人员终于答应调取当时的监控, 不过,银行为了保护隐私,在调取监控的时候,以担心顾客隐私泄露为由,劝说记者先离开机房。 只是记者没想到,工作人员调取张大妈监控后,却要求记者赶紧联系张大妈报警,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? 得知银行劝说自己报警,张大妈感觉莫名其妙。 可能够看看银行的监控,张大妈觉得这是了解自己万元大钞缩水的好时机。 张大妈在接到通知后,连忙往银行跑,可看完银行播放的监控后,张大妈却直接吓傻了。 监控中显示,张大妈在取钱的时候,突然接到了一通电话,于是离开了柜台,就在张大妈离开的一瞬间。 陪着张大妈一起去的李大妈顺手帮助张大妈取走了钱,只是李大妈在取钱的时候,悄悄抽走了一千块塞进自己包里。 看到这个场景,张大妈终于明白,自己的好闺蜜李大妈为什么在事后要跟自己道歉和给自己塞红包了。 说白了,就是害怕张大妈发现钱的秘密后报警。 根据张大妈的回忆,案发当天,张大妈在闺蜜李大妈的陪同下,到银行取一万块钱,可就在银行将钱递给张大妈,然后签字离开的时候,张大妈的电话突然响了起来。 给张大妈打电话的不是别人。 而是张大妈正在医院的老伴,因为担心老伴的情况,张大妈赶紧起身接电话,而李大妈很是自然地坐在柜台上接过了柜姐递出来的一万块, 可是李大妈鬼迷心窍,顺走了一千块塞进自己的腰包。 只是李大妈没想到,张大妈取一万块钱,不是为了零花买年货,而是为了过年发红包准备,所以拿回家后一直没有拆封条,还发现了钱少的事情, 所以东窗事发后,李大妈赶紧把钱给还了回来。 而张大妈其实想起来,自己取钱的时候是闺蜜陪同,还顺手帮自己接了钱。 但李大妈是张大妈三十多年的好闺蜜,两人无话不谈,张大妈对李大妈十分的信任,根本就没想过会被李大妈背刺。 事情发生后,张大妈很是气愤,差点跟李大妈绝交,可是想到两人多年的闺蜜情,虽然张大妈生气,但并没有报警,也算是留给李大妈最后的体面。 自此,真相大白,虽然监控还了银行清白,可还是告诫我们到银行取钱的时候一定要当面点清,否则离开银行后真的说不清楚。 毕竟不是谁都有张大妈这么幸运。 看清了身边人的真面目。 张云婆婆回答,他们两个认识没多久就结婚了,两个人在一起很幸福,我们长辈也不愿意管太多。 而且他们结婚的时候,张云爷爷奶奶还有不少亲戚都来了。 原来,张云结婚的时候,家里的亲戚朋友基本都去了,唯独母亲王淑华在两个月后才从亲戚口中得知女儿结婚的事情。 不一会儿,张云和他老公下班回来了,看见母亲到来,张云的脸上并没有流露出太多的情绪,调解员问他和母亲的关系怎么样。 张云说,我和他一直都很生疏,我小时候是留守儿童,他在我的人生中基本都是缺席的,关系又能有多好呢? 听到张云的话,王淑华伤心地说道,别家小孩子读本科一年的学费只要四五千,但你一年就要一万三,我们要是不出去挣钱,这些学费哪里来? 感谢您的科学费